我们前面把心脾两虚的临床症状 跟大家进行了分析 为了加深它的记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表 印象心脾两虚的含义 就是由于心脾两虚症是 气血两虚的症候 实际上也就是气血两虚 病肌是心血不足和脾气虚弱 心脂所养 就是心血不足以后 心脂所养心脂正中失眠多么 皮是健运 食欲不正 大家这记得多了 凡是皮不健运的话 食少也可以说食少 腹胀变糖 皮虚以后皮不同血 可以出现皮下有紫斑 月经量少色淡 你看心脾两虚症啊 注意一下还有出血的现象 有这个皮不通血的现象 淋漓不断 那么气血两虚 既有气虚又有血虚 身脾乏力 食少懒颜 面色尾黄 头昏眼花 这是我们谈到的心脾两虚 这个心脾两虚呢 还要注意 因为心脾两虚里边有出血现象 心脾两虚有出血现象 那么皮不通血的话呢 也有出血现象 所以我们要把心脾两虚和皮不通血症 来进行鉴别 这个来鉴别的话呢 就是心脾两虚和皮不通血 两者都有 注意看皮湿剑蕴 都有食少腐脏变糖 和皮不通血 而导致的慢性出血 和脾气不足的现象 都有脾气不足 这是这两个症的相同点 那么如何把它们区分出来 例如我们在临床上辩证 究竟是心脾两虚呢 还是皮不通血呢 注意这个 你看都有出血 都有皮虚 所以我们再来看 心脾两虚的话呢 它又多了一个啥呢 多了一个心脾所养的症状 就我在这说呀 实际上 皮不通血症 加上心病 加上心经的辩证以后 这就叫上了 心脾两虚 这实际上就最后出现了 你看 你都有皮虚建议 食少变糖腐脏 皮不通血出血了 但是呢 如果说有了心脾所养的 心脾正中失眠多梦 那么就是属于心脾两虚 就是这个区别 那总的来说的话呢 那你这两个病症 你皮不通血症 皮不通血 你是不是给它要补气 射血 那如果说有心脾两虚 有心的病变 有症的病变 那我们就要给它要 阳血 安神了 所以说呢 要便便 为啥说有的大夫 看病了 疗效好 主要的就是 你便所上 你便对了 药就用对了 疗效就好 你变错了 那么疗效就不好了 这是我们谈到了 这个心脾两虚啊 你要注意一下 和皮不通血 它的这个 临床表现的 这个辨别了 那总的来说 我都补脾气去 都选用森竹草去 如果说有心血不足的话 你就要补心血 就要加上一些 阳血安神药 像当归呀 酸枣仁呀 酸枣仁呀 白子仁呀 叶焦藤呀 你安神药就要加上去 主要是这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啥呢 心肝血虚 前面我们把 心脾两虚学了 这个心脾两虚呢 我上节课说 实际上是个 心血虚 加 脾气虚 也可以说是气血两虚 那么这里边讲到的心肝血虚症 实际上是啥呢 实际上是心血虚 加 加的是肝血虚 也就是这两个病症 都有谁呢 都有心血虚 那么都有心血虚 都有心血虚 都有啥呢 心脾正中健忘 十面多梦 应该说都有心脾虚的 就是都有心血虚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心肝血虚 所以心肝血虚 就是指的血也亏虚 就是血也不足 血不足以后呢 心失所养 肝失所养 也可以说是心肝 就是心肝血虚以后 心肝食养 心肝食养后表现出来 心的病变 心血虚的表现 心记多梦 肝血虚的表现 悬孕 遭甲不容 肢体麻木 及血虚症状 这是我们说 这是它的含义了 当然我觉得 含义里边 把它的病病基说出来 把它的主要的特点 写出来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的症候表现 这个症候表现的话 由于心血不足 心失所养 心肌正中 失眠多梦 那么 也可以出现天王 肝血不足 悬孕 四五昏乎 因为肝 开窍 鱼目 注意一下 肝血不足 是四五昏乎 就是四五 模糊 这个乎打错了 四五是 模糊的 有雀芒症 遭甲不容 肢体麻木 甚至出现 震颤 就出现 啥情况呢 我们前面讲过的 肝阳画风里边的 有一个啥呢 血须生风 你想震颤呀 巨卵呀 等等这些 这是由血须 以后肝血须导致的 血须动风 或者说血须生风症 面色五花 因为血须嘛 你不管是心血须 还是肝血须花 都可以出现 面色五花 因为血 有润养的作用 有乳养的作用 女子 表现出月精不调 月精不调的表现 是月精亮少 颜色是淡的 因为血少嘛 如果我们再说 月精亮少 色是暗的 那是淤血吧 可能是淤血 可能是寒暗 所以说这颜色是淡 甚至导致了B筋 像我们在临床一样 治疗一些月精亮少 B筋的话 你主要补谁呢 补血血 补谁的血呢 以补肝血为主 舌淡太白 脉相沉稀了 这是我们说到的 他的临床表现 我们刚才说到了 这个 刚才我在这写了 那么有 心脾两虚 和心肝血须 他们都有心血须 他们都有心血须 那么 大家来看一下 都有血须 都有血须的 心血须的心肌失眠多吗 你看都有心肌失眠 但是不同点的 心疲两虚的话 我们这反复的在这来交叉性的 来进行一些对比 对比的最终的目的是 是让大家记忆 我不厌其烦的 跟大家前后的来在这对 对的多了 有比较才能有伤的 才能有进行 鉴别 有比较了 才能把他的每一个的 正的特点转换出 你像这个心疲两虚 和心肝血须 都有心肌失眠 实际上是这里边说的 都是心的病变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 那有心的病变 如果说这里边有心血须 所以我在 我们学中药学的话 那就要给他要干啥呢 养血 养血安神去 你这时候要给他 要养血安神 那么出现了 时少辅障变堂 慢性出血了 那么这是属于心肥两虚 如果出现了 玄韵姿麻 思物模糊 思物不清 而造假不容者 这是属于啥呢 属于干血血 就是出现了 这个玄韵姿麻 这是属于 这个心肝血须 有心肌失眠 我在这 在这来说一下 我们在这里边学过了 你想心疲两虚 心疲两虚 属于心血须和脾气须 所以我在前面 给大家说过 那么这时候 可以选用 著名的方子像 龟皮糖 如果说属于心肝血须呢 心肝血须有一个著名的方子 我们可以选用 叫 酸枣耳汤 所以说呢 你看 那么龟皮糖里边 它是这里边呢 是以补脾气 和补心血为主 那么酸枣耳汤呢 主要的是补心肝脂血为主 比如说像方子的菌药 它就选用 选用了一个谁呢 它的菌药就是 这个方子的菌药 就是选用了 酸枣耳 酸枣耳可以盖上的 酸枣耳用它可以起到 我们用酸枣耳 也起到羊血安身的作用 你觉得酸枣耳不行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加上 还有一个人 叫白子人 白子人和酸枣耳 都可以起到羊血安身的作用 这是我们说 但是酸枣耳汤呢 酸枣耳汤 父母兄嫂紧相连 除了酸枣耳以外 你看还有川雄啊 福神呀 像川雄啊 福林啊 枝母呀 等等 甘草呀 一共有五个药所构成的 那么酸枣耳汤呢 叫我说 它就是治疗 这个方子就是主治 心肝 主要治疗心肝血虚 而且主要治疗心肝血虚 所导致的什么病症呢 失眠 就是治疗一些不昧呀 失眠呀 等等的这些病症 那么这时候你要选用心肝血虚 假如我们这里边说 如果说由于心肝血虚 而导致的悬孕呀 肢体麻木呀 事物 这个昏活呀 早假不容呀 你可以选用 著名的方子 可以选用谁呢 丝瓦汤 丝瓦汤里边的菌药是用的 熟地黄呀 山药呀 熟地黄啊 当归呀 白韶呀 川雄啊 这四个要所构成的 就是我们说到 这里边呢 你一定要会把它的 这个学的多了 你又时候在临床上 我们说讲到的这个辩证 这个辩证呢 咱们即将要结束了 你看前面讲了 有八纲辩证 六营辩证 气血辩证 阴阳虚损辩证 精液辩证 实际上我们最后都要落实到 哪里边来呢 落实到脏腑辩证 你比如说讲到的气血辩证 是心气息还是心血虚 对吧 阴阳辩证里边是心阴虚 还是心阳虚 比如说阴阳虚损辩证里边 讲到肾里边是 肾阴虚还是肾阳虚 对吧 你这时候最后都要落实到 你比如说阴虚 阴虚究竟是心阴虚 还是肾阴虚 还是肺阴虚 还是肝阴虚 还是胃阴虚 我们要落实到每一个脏腑上来说 所以说每一个症的 都有它的每一个症啊 都有它的这个特点的 你比如我们讲到的心肝血虚 心肝血虚就是由心血虚和肝血虚 所构成的 那么心脾两虚的话 是由心血虚和加上脾气虚而构成的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边呢 谈到的这个辩证了 谈到的这个辩证 假如我前面也跟大家也说过 那有的人得病以后既有脾气虚又有肾气虚 还有心气虚 那我就说补脾气补心血 补脾气补心血 有啥有啥虚 我们给它补去就完了 这是说到了这个心肝血虚 注意一下心肝血虚的 他们的这个辩别 有些辩不对的话呢 看多适合心灵病变 你后面呢就容易 这个辩证上的擦错了以后 就存在着用药的问题了 主要的我们说通过这个变 变这个呀 我觉得呢 我们大家把心血虚的辩证复习了 把脾气虚的辩证学习了 然后把干血虚的症状也学了 对吧 只有这学了以后 我们才把它这个辨别出来 下面的第六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啥呢 来看一下脾气虚 哎呀这里边谈到了气虚啊 所以我要在这说一下 比如说 你想这个气虚 气虚我们前面学过了有 心气虚 有脾气虚 有肺气虚 还说到了有啥呢 肾气虚 最多的还说了个啥呢 胃气虚 你看那个气虚啊 我们已经学过啥呢 脾气虚了 心气虚前面也讲过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啥呢 要看既有脾虚又有肺虚 接着说 什么叫这 我们来看一下含义 什么叫这脾肺气虚 你看我们说脾肺气虚 可没有说到肺脾气虚 你看这 它有个习惯性问题 我们这说的是 这个是脾肺气虚 脾肺气虚呢 就是指脾肺两脏的气虚 脾肺气虚应该说既有 既有脾气虚 既有脾气虚又有肺气虚 应该这样子就好理解 那么这样子来说既有脾气虚 脾气虚是啥 那又有脾气虚 那肺气虚就是出现 可喘 无力 这两个加起来 都有 都有气虚症状 气虚症状像出现哪一些 体虚 乏力 自汗 舌淡 胎白 脾相细 所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脾肺气虚 所以说脾肺气虚 就有咳嗽气虚 我说咳喘 失梢腐胀便疼 气虚的症状 你这还得刚才说 还得要有气虚的 灵肠表现 你看气虚灵肠表现是啥呢 面白无华 面色无华 气虚嘛 神皮乏力 我们说乏 一般来说和气虚有关系 身影低违 等等 严重的话可以出现 面腹四肿 这个面腹四肿主要的是 由于脾气虚以后 脾不能运化水时 脾不能运化水时内停 肺又不能宣发酥降 所以说舌淡胎白 脾气虚 脾气虚 脾气虚弥向弱 那么出现 可以出现这些的这个症状症 我们把它称之为舌胎 这个应该是白滑 对不起 它打错了 舌胎白滑 脾气虚弥向弱 舌胎呢 我为啥一看 舌胎不可能出现青胎 能可以出现滑胎 不可能出现的死青胎了 那么治疗的时候 你说的 我想在这说 对于脾肺气虚里边 是脾气虚重要呢 还是脾气虚重要 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 脾为 脾为后天之本 气血 生化 生化之源 所以说在脾肺气虚 两脏的脾肺气虚里边呢 以谁为主呢 谁是主要矛盾呢 我认为是脾气虚 所以说呢 我们要补脾气虚 补脾气的话 假认说为了补脾气 所以说临床有一个 著名的方式叫 森林 我为他把这个方子给大家 直接写出了 森是人森 竹是森林 森林白竹散 林是指的 茯林 竹是 白竹 森是指的 人森 人森白竹茯林 大家说那不是用的四菌子汤吗 补脾气的呀 老师 那他咋能得治疗脾肺气虚呢 这你们学过了 在五行学说里边呢 有一个这个理论 叫什么理论 培土僧经法 大家还记住吗 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方法叫 培土僧 通过补脾气 而来补谁呢 补肺气 所以说呢 在脾肺气虚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给你推荐的著名的方子 像森林白竹散 森林白竹散就是用的森竹林 加上了像萨仁呀 蚁仁呀 白扁豆呀 等等这些 结梗呀 那么来治疗 肺气虚导致的咳嗽痰多症 你也可以来治疗 所以我们说呢 在这里边说的话 在脾肺气虚里边 自以脾为主 再说脾为僧痰之炎 肺为除痰之气 你尽管这里边出现了咳嗽气喘 本身实际上还是一个谁的虚呢 还是个脾气虚 所以说在治疗的时候 治病要求本 所以以补脾气为主 这是我自己个人认为 你然而如果说咳嗽痰多的话 我加上一些去痰的 去痰的止咳的去痰化痰 或者说化痰止咳频传药就完了 那我就选用四菌子汤 加上一些化痰 具有化痰止咳频传作用的一些药物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脾肺气虚 那么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啊 那么脾肺气虚 我刚才在这说 你脾肺气虚还有出现的 我们刚刚讲过 还有出现的是啥呢 心肺气虚呢 所以说呢我们下面来把 下面来把心肺气虚与脾肺气虚 你看都是 你看在这里边说都有气虚 有脾肺气虚 还有出现啥呢 心肺 我们出现的是 心肺气虚如何来区别 你看心肺气虚和脾肺气虚 大家还是从我学数学的这个方法了 你看都有肺气虚 都有肺气虚 但是伴随的症状不一样 伴随的肩症不一样 它有啥呢 一个是有伴的是心血虚 一个是伴的是脾肺气虚 都有气虚 都有气虚的话呢 就是这两个病症都有咳嗽气虚 咳嗽气虚 而且是咳痰清晰 那都有的 我想给大家在这说 你看如果说都是出现了这个肺气虚的话呢 你也可以选用 四菌子汤 再加上谁呢 加上陈皮和半下 所构成了一个著名的方子叫 六菌子汤 我为啥要说到这呢 如果说不管是心肺气虚 还是心肺气虚 还是脾肺气虚 我们都可以来选用 六菌子汤来吃 都可以选用的 如果说呢 是心肺气虚 它一定坚有心气不足的现象 有心肌正中胸闷 如果说是脾气虚的话 坚有脾肢建韵 十少腐胀变糖 十少腐胀变糖 那么我要在这说 如果说是六菌子汤在这 假如说是这个心肺气虚 那我就在六菌子汤里边加谁呢 加黄旗嘛 加上黄旗等等这些 比如说加上一些温通新阳的 你像桂枝 你像黄旗 对吧 加上这个黄旗 桂枝 如果说是心肺两须的话 你看本身六菌子汤呢 就可以制的 你看六菌子汤 这里边是有人参 白竹 你像有 茯苓 肝草 本身就有加上半下 陈皮啊 那就可以用了 你看这个四菌子汤方子多好的 有啥情况 我们再根据它 有脾气虚 咱把它补脾的要多加点 有心肺虚的 我们把补心肺的要多加一点 这是对于这个 既有 都有 应该说都有肺气虚 如果肺气虚 伴有心肌失眠 就心肺气虚是啥症状 咳嗽 这个痰死清晰的 咳嗽气喘 咳嗽气喘 气短 咳痰清晰 等等这些现象 就是咳痰清晰者 那么这是属于肺气虚 如果说是心肺气虚 加上补义心肺的要 就是心肺虚 一定我们说 它在临床表现中 一定要有心慌心肌症状 胸闷的症状 如果说是脾气虚 一定要有食少腐胀便旁 它吃饭什么 就是不想吃饭 人身体消瘦 导致的这个咳嗽气喘 实际上你看临床上 我们想说一点 这个真正的脾肺气虚的症状 脾肺气虚的人 还多得很 脾肺气虚 这样如果说出现了一些 吃饭又少 还老是咳嗽谈多的话 我想刚才已经把这方子 都给你说了 你也可以选用这时尚的 森林百度散 我觉得也可以选用 像这个六菌子汤 可以选用这个六菌子汤了 也有人在这个六菌子汤 像方子的基础上 再加上个芝食厚破 叫芝补六菌子汤 等等了 还有人用上柴锁六菌子汤 但是在六菌子汤的基础上 加的是比较多的 这是一个补益 你想补气 健脾 去湿 化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子了 这是我们说到了 这个 这个脾肺气虚啊 这个脾肺气虚 注意这些的区别 所以我在这里边呢 像不管是心气虚 还是肺气虚 但是呢 不管在这里边呢 注意一下 以脾气虚为主 所以说 人参 我想在这强调 人参呀 茯苓啊 白竹呀 甚至我刚才在这写到的 黄芪呀 这些药 我们死灵床上用的 比较频率 比较高的一些药 都是一些很好的 补益脾气的一些药 当然呢 还有什么甘草呀 蜂蜜呀 等等这些药呢 你想党参呀 我想说一下 如果说这个参里边呢 你可以选用 人参 也可以选用 这个党参 小孩的话呢 你还可以选用 太子参 等等 如果说有七阴两虚的话呢 你还可以选用 这个西洋参 可以选用这些参呢 来都是一些很好的 补益脾气的 主要是补脾气的 有一些药呢 还有很好的 补益脾气的作用 如果说大家再记不住的话呢 就是我想写的 在这就是都写过了 黄芪呀 人参呀 可以选这些 白竹呀 茯苓呀 这些药都是很好的一些药 所以大家也有人在那 私下跟我聊过说 老师呀 我现在常用黄芪泡水喝行不行 我说的是可以的 你黄芪泡水喝 加点橘子皮 不是更好了吗 加点橘子皮会更好的 这是我们说到了 这个脾肺气息 所以说脾肺气息啊 是我们在临床上呢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多发的这个病症 所以我在这里 把方药给你们呢 主要是为了 你辩证清楚以后 你们就会来问说 这下面学校就问 老师呀 你能不能出个方子 我给你简单的 把这方子出来 尤其是哪一个药比较好呢 你像我说 茯苓和白竹 茯苓白竹呀 这两个药在补皮 在补皮健皮方面 补义脾气方面 两个药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再加上森棋 就是加上人森呢 黄芹呢 效果会更好的 这是我们把这个 脾肺气息和心肺气息 两个病症的区别 我们这节课讲到是啥呢 心脾两须 心脾两须里边呢 你要注意和心肝血须的区别 因为心肝血须 它们都有啥呢 心血须 都有心血须里边呢 一个是伴有脾气须 一个是伴有啥呢 肝血须 再下来呢 我们就希望大家来对比一下 这个气须里边呢 有脾肺气须 也可以出现心肺气须 心肺气须是有心肌失眠 咳嗽气喘 咳嗽气喘等等这些症状 如果说时少咳嗽气喘的话 那是很简单 咳嗽气喘的话 时少 那主要是指的是脾肺气须 关于脾肺气须 和这个心肝血须的这个鉴别点 和心肺气须的鉴别点 我们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